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道素素 一种侃侃 口气之作 千雪 第七百四十几 凤苍穹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凤梨的请求 只是冷眼盯着她 凤梨迎视着她的目光 一脸诚恳 红兄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只求你 能留在她的身边 守护她一生 你要做什么都愿意 凤苍穹终于又笑了 凤梨喊手 哑声道 是 好 凤苍穹转身 背对着她 这几日京城混入了几个来历不明之人 朕派出去的人不是重伤便是无功而犯 凤梨立即道 黄兄是要这些人的命 还是要我将他们活捉回来 恐怕不是什么好人 杀了便是 凤苍穹穹白首 那飘扬的衣媚仿佛就在眼前 但却在眨眼间消失无踪 她终于走了 凤梨轻咳了声 咳出来的全都是腥红的血 心门一阵刺痛 她后退半步 扶着弓墙 好不容易才让自己的气息平复了些 不知过了多久 她深吸一口气 忽然足下一点 跃上高墙 请客间 那道修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沉雾之中 皇上 叶王爷如今伤成这般 恐怕 不一定是那些人的对手 站在凤苍穹身后的女子 看着凤梨离开的身影 话语轻微而低沉 皇上如此让她去 与让她去送死 没什么区别 是吗 凤苍穹冷笑 先皇一直说 凤梨是她最出色的黄儿 她练我的潜力 整个凤族无人能计 每每回想起先皇对凤梨的赞美 凤苍穹眼底的光泽 便越发冷沉森寒 既然凤梨如此厉害 那就让她去试试有何不可 皇上 叶王爷既然厉害 何不留着她的命 以后继续为你所用 凤苍穹挑眉 忽然回头盯着她 韩颖 旁人的生死你几时放在心上过 为何却独独对凤梨如此在意 韩颖倒也不避讳 直言道 属下喜欢叶王爷多年 皇上并非不清楚 你倒是诚恳 凤苍穹不怒 反倒浅笑 想要她 无时无可 不再想 但恐怕她不会如你所愿呢 韩颖不说话 若是叶王爷能够轻易地被她征服 又如何能到现在 依旧连靠近她都不能 皇上 属下确实喜欢叶王爷 但也知道 叶王爷对皇上来说 是极好的杀人工具 皇上 他既然答应不说 就绝对不会提九儿公主的身份 皇上不如将她继续留在身边 莫要浪费了如此好的人才 你放心她一定会回来 凤苍穹对凤梨的了解也许不多 但唯有一点 她对凤梨有绝对的把握 她把女儿看得比任何事情都要重 她想见女儿就一定会留着自己这条残命 所以 不管伤得有多重 她都一定会回来 凤梨死不了的 凤苍穹从屋檐上跃下 轻飘飘落在地上 韩颖却在她走进公主院那一刻 悄身后退 迅速隐没在沉溪里 凤九儿回去之后倒下去睡了 宫女被惊醒 完全不知道公主是从哪里回来的 公主也不交代 转眼就睡得深沉 宫女们也不好去打搅 这会儿看到皇上过来 一个个吓得慌忙跪下迎接 参见皇上 凤苍穹摆了摆手 让宫女退下 她自己走了进去 九儿依旧在睡觉 睡梦中好像感觉到一道铁链 将自己紧紧锁住 她倒是不惊慌 只是用尽了全力去挣扎 可不知为何 越是挣扎 那铁链便锁得越紧 最后紧得让她彻底呼吸不过来 九儿醒来的时候 呼吸急促 浑身大汗 看到凤苍穹站在床边 竟然一时半会儿 没想起来这个人是谁 她猛地坐起来 往床内侧退去 眼底写满了防备 凤苍穹眉心轻醋 眼下分明掠过了一丝晦暗 但一瞬之后 便又是一张温和的笑脸 九儿 为何用这种眼神 看着你父皇啊 父 父皇 凤九儿定了定神 终于想起来 眼前的白衣绝色男子是谁 她吐了一口气 忙道 抱歉 父皇 方才做了噩梦 醒来时 还没有回过神呢 凤苍穹 对她似乎总是特别宽容 她笑道 无妨 做了什么噩梦 说来 给父皇听听 也没什么 就是 就是好像 被人用铁链锁住了 九儿抬起手 往鹅脚一抹 竟抹下来一手背得冷汗 刚才那个梦 实在是可怕得很 就像是真的被人困住了一样 几乎要窒息 为何看起来如此疲惫 昨夜 偷偷溜出门了 这话 让九儿吓得够呛 差点就给她认罪了 父皇 我 父皇只是与你开个玩笑罢了 瞧你紧张的 凤苍穹转身之际 唇角的笑意顿时消失 看着跪在外头的宫女 她淡淡倒 来啊 伺候公主更衣 是 皇上 两名小宫女 跪着等她离开后 才慌忙地手忙脚乱进去 公主 皇上要陪你一起用早膳 这是无上的荣幸 公主 快准备好 过去吧 嗯 知道了 生在皇家 就是麻烦 和亲爹一起吃顿饭 也成了荣幸 其实 凤九儿真的不喜欢这样的感觉 和爹爹一起吃饭 甚至和兄长们一起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可在这宫中 就变成了不可能 要是再喊上四皇叔 那就更开心了 四皇叔 那道冷硬 却又柔和的身影 那个不会说话 却在努力地迎合她聊天的男子 四皇叔 嗯 好想她呢 才分开这么一会儿会儿 就想去找四皇叔了 怎么办呢 明明她不爱说话 也安静得很 可是 就是特别想和她靠近 那种亲切的感觉 就连父皇都给不了 唉 要是可以住在四皇叔的夜王府 那该多好啊 没有那么多的宫女太监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自由自在的 才是她想要的日子 刚出门 雅奴匆匆赶来 看到九儿安然无恙 才安了心 将宫女们秉退 雅奴领着她去前院 与皇上一起用膳 路上 她压低声音 小声问道 公主 昨夜去了哪里啊 你为何 不在房内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